沈珍佩慈 真的 趕節一下 兩萬 趕節一下 你看都沒看喔 有氣勢... 聽不到耶 好厲害喔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雙什麼 請選擇 我選四 也答不好 選前也選不好 好啦 換隊友... 我有亞洲病 但是我的答案是 A 索尼 誰問你有沒有亞洲病呢 我給你... 因為那個Y號叫亞洲舞啊 很好笑 第一回合有三分鐘的答題時間 非常的充裕 很過癮的 OK 加油 好 請把握十五秒鐘之內左右答題 OK 十五分 十五秒 好 十五分喔 十英功隊機會賽 請出第一題 我們現在會用燈泡亮了 作為靈光乍顯的義上 請問最早是從哪邊出來的 A 漫畫 B 卡通 我 覺得 是 A 我的答案是A 妳怎麼只猜的嘛對不對 我是這樣想的 因為有些很知名的卡通呢 通常都是從漫畫 改編的嘛 就是感覺漫畫會比較是起源 所以 應該就是漫畫吧 錯了 這個感覺起來 燈泡亮了是一個動態呈現 對 所以卡通感覺上 可不可以比較有效果 妳知道為什麼 我是這樣想 它應該是要 SKING的那個瞬間 對 但是漫畫很常就是這樣啊 就是那個 一個 把頭當成燈泡亮了的感覺 它的表情 請揭曉 好嚴格喔 拜託 對不對 靜然 好不好 我們都姓曾 我對妳很期待的 這樣也可以給壓力耶 我再加油一次嗎 這樣也可以給 我再加油一次嗎 不只給這個壓力 因為它是我的孩子 很喜歡的對象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 男有女的 兒子 兒子 但是我嫁了耶 但是我嫁了耶 答錯了 我恭喜妳嫁了 好 在最早的時候 大家要形容這種 靈光乍現的反應的時候 會說Eureka 那其實這個詞 是來自於阿基米德 當時坐到浴缸裡頭 發現了浮力的時候 它大喊出來 就是代表了 我想到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了 那其實現在 會出現燈泡這個符號 是來自於 比米老鼠 還要再更早九年 就出來的飛力貓 那當時這個卡通 是無聲的默片嘛 所以你為了表達 這個飛力貓它的情緒 所以有很多的東西 都必須要畫在上頭 比如說 它感覺到很疑問的時候 它的頭會出現一個問號 然後它會把這個問號 拿下來 弄成一根高爾夫球桿 然後把問號的點點 變成高爾夫球揮出去 或者是頭上會冒出一個燈泡 代表說 這個靈光乍現一閃 它知道了這個事情 打地圈轉移了 真美姿 我準備好了 加油 加油 我要記輸 我應該沒有信心 因為我這樣 就算連看別人的題目 我都好像滿容易猜錯的 妳的心情比較浮躁一點 對 其實妳以前不會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我再感應一下好了 解除第一題 來不及了 要答對吧 民國分析發現 播哪一位歌手的音樂 給狗狗聽 能夠使他們感到最放鬆 A 蔡勒斯 B 紅髮艾德 為什麼我的題目這麼怪奇啊 30秒 妳是音樂人 加油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鎖定 這兩個人要唱歌的風格 妳應該很清楚吧 對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 雖然兩個人都是偏創作歌手 可是就是 可能我自己也有養狗吧 所以我就是真的就是覺得 希望泰勒斯能幫助我 泰勒斯能幫助我 女公不是偏比較活潑一點嗎 紅髮艾德比較抒情 她是說讓牠放鬆耶 又不是讓牠們很High 妳說給狗狗聽 因為雨傘也養狗吧 因為我覺得 紅髮艾德的歌路 會不會牠養貓啊 對不對 我好像連題目 一直都理解錯誤了 但錯誤不打不撞 因為我大概說 孫條方該換就要換 因為妳今天真的 妳今天真的怪怪的 我今天怪怪的嗎 我都怪怪的 沒有 她以前不是這樣 我以前 好了 請揭曉 我拜託了 希望妳猜對了 對 搞不好妳猜對了 真的不對 好 接著在英國的研究 我們就發現 其實第一名 狗狗最喜歡聽 雖然我們因為牠們靜下來的人 就是紅髮艾德 第二名就是泰勒斯 所以剛剛我們的選項 就是七千兩名 而這兩個人 剛好他們有合作一首歌曲 The Joker and the Queen 所以這一首歌 對於狗狗來說是最紓壓 最容易放鬆的歌曲 那其實在狗狗聽的音樂當中 牠們比較喜歡 不插電的音樂 或是純樂器演奏 都是會比較容易 讓牠們保持平靜 第二回合 兩分鐘 請注定 我的答案是手掌 鎖定 所以觸摸哪裡有助於 將愉悅的感受 傳給被觸摸的人 手掌那就指 手掌那只是握手的意思耶 我覺得是前臂 已經鎖定了 我為什麼要改前臂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 前臂好好摸 好舒服喔 但手掌就是有一些指紋 可是人家不是在調情的時候 都會去call人家的手掌 對啊 那這就是傳達 我想要跟你一起愉悅啊 什麼 我想跟你愉悅 那被摸的人會不會愉悅啊 被摸的人 有許不愉悅啊 這樣會不會成看長相 看摸的長相 是吧 不然這樣摸這裡幹嘛 來 戒腳 搞不好被牠弄對了 對 是前臂 他硬要按 我想按按看 對不起 他想按按看 當在生物學的研究就發現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的手掌會比較粗一點 去摸別人前臂的時候 就會感覺很細緻跟柔軟 同時被觸摸著 也會感覺很溫暖的感受 所以這其實是一種雙向之間 非常好的一種感情交流的扭蛋 倒是手掌內側這個掌心 對於人來講 有點比較personal一點 所以不太會喜歡被人家 直接這樣觸摸 偶爾會感覺到不是很舒服 所以比起來呢 其實摸前臂是比較有用的 這也是為什麼 這些朋友之間呢 都很喜歡動手動腳摸來摸去 好 立腿轉移 十三秒最後是一題的 寶兒很明顯的 懂了吧 懂 一直換個地方休息而已 拜託 起碼最一題 可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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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屁姐 可芳姐 你叫曾珍珍珍 可以有按一下 選一下 對不對 我按個歸零 wish 我也... 沒有差 真的沒有差 你無所謂 他現在安慰我的啦 你沒有得失心 你無所謂 你沒有得到什麼失去了 十有十三秒 還要秒答才行 準備 請出題 日本美容健康作家 他介紹了天然牙齒美白法 請問有哪一種水果皮來刷牙 有助於強化及美白牙齒 A 柚子皮 B 香蕉皮 兩秒 一秒 香蕉皮 鎖定 因為我覺得是柚子 然後我覺得今天的運勢 這麼的不好 所以不能選我覺得是對的答案 不對 不對 我覺得很像是柚子耶 我們常常要牙齒美白 都會碰碰碰酸類的東西 對 才有辦法把它變白 但是香蕉皮的酸度就很低啊 而且它超容易氧化 牙齒會變黑吧 而且我就買過 那個保養品成分說 添加那個青柚 豬大美白 是 對 比較少香蕉類的 香蕉口味牙膏 沒聽過吧 而且日本人滿喜歡用柚子的 柚子的產品 柚子的產品 對 實不相瞞 我的漱口水就是柚子口味 對 可是我覺得我們今天 為什麼不選柚子呢 我們今天太背了 我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答案 Oh no Oh no 可惜了 來 借腳 什麼香蕉 為什麼 妳有在說我們嗎 怎麼會是香蕉 超厲害 所以我等一下都 我今天等一下就是 好 這是日本美容的專欄作家 告訴大家一個神奇的小廟方 而且它是受到了 美國的牙醫認證認可的 它是說呢 你買了這個香蕉皮的內側 在我們的牙齒上面 塗抹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然後呢 你故意讓你的牙齒張開 接觸到空氣 停留個十分鐘 再來呢 用乾的牙刷來刷牙 接下來你的牙齒呢 就可以用比較天然的方式來美白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在這個香蕉的裡頭啊 它有鎂跟鉀的成分 那鉀離子呢 它可以幫助吸附掉 我們牙齒上面的污垢 同時呢 它裡頭呢 還有維生素D 可以幫忙強化我們的牙齒 所以呢 這也對於牙齒來說 算是好處多多 曾佩慈 真的 兩萬 感覺一下 全世界唯一歸零 不難過的就是妳了 來 兩千到兩萬 不能提示 有歸零 請選這 阿超妳是多想 我不知道 你看都沒看 有氣勢 好厲害耶 下回交拜會內 你們交到什麼 真的耶 反正最後一題了 沒有被嗆的機會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爽什麼 比喻洗準備 請主題 一 經濟部再生能源發展 概況的統計 請問一百一十年 台灣再生能源發電量 主央是以哪一種方式 發電是最常見的 A 太陽能發電 B 水力發電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這兩種發電方式都有 不猜水力發電的事情 你覺得我們怎麼 就水力好像是比較平常 平常 那就是平常最常見 就是好像 就不會特別拿出來 問這個問題的這種感覺 太陽能發電 是十年前在綠能的時候 就已經在鼓吹的事情 感覺有在努力推動這件事情 有 所以應該會變得比較常見 努力推動跟有沒有常見 兩件事 兩件事 我們是隊友耶 你笑他 好 請你介紹 恭喜大家 我們在笑啊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的自產能源比較少 所以像是我們的燃煤 天然氣 有九十七%都需要靠進口 因此我們一直都希望 可以推動綠能的能源 那像在台灣的再生能源呢 一百一十年啊 就是發電量呢 一共達到了 一萬七千多百萬度 所以當中呢 太陽能是最多的 有這個七千九百六十九百萬度 不過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水力 它是相對比較少一點 只有三千四百六十九百萬度 來 鹿妍 準備 該你了 請選擇 我都不能跟無法啊 很清楚 我選四 一百元 恭喜 你看 看一下 什麼叫無法提示 為什麼 對啊 無法提示 無法就是二四 對不起 無法提示 來喔 繼續答題 請出題 各自台灣網路戀愛調查 有發生的人透過訊息傳情 請問最容易讓人 心動的舉動是什麼 A 對方主動的報備行蹤 B 談到彼此的未來 我的答案是A 主力 主動報備行蹤 就容易心動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 好像在一個 好像有點曖昧 又沒有很曖昧的那個方式 對 主動表達 讓你知道我在哪 讓你安靜 這題目看到的這個狀況 到底是交往了沒有 還沒吧 要心動的話 還沒心動不會交往吧 鹿妍 妳中嗎這一條 我覺得是B耶 因為我在網路上 滑到的文章 就是不管任何星座 你想要讓他對你心... 就是讓他有開心的感覺 就是在規劃未來的時候 讓他知道你也有把他 算進你的未來裡面 簡單的說就是我的未來 跟妳有關 對 而且報備行蹤 感覺沒有每個人都吃這一套 會有點煩 八成的人啊 請介紹 對了耶 鹿妍 妳今天的邏輯 都不在這邊 妳要想要是怎樣 我整個人不太對 這可能不是 答題也答不好 選前也選不好 好 換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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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了她也答錯啊 因為她是科學少女啊 妳可以換下一集啊 妳可以換下一集 好 另外就我調場裡面 來看一看哪 你會覺得什麼樣子的行為 會讓你覺得最行動喔 其實第二名就是 他會規劃跟你的未來 因為他的未來有你存在 當然你會覺得 他把你放在心上 不過第一名呢 就八成以上 你都覺得呢 就是對方會主動的 報備行蹤 哪裡都告訴你 感覺呢就是非常的溫馴 而且呢非常的聽你的話 時時都把你放在心上 不過呢 大家也在討論說 也可以看出 他是不是真的很在乎你的 有一點呢 就是除了看他約你出去的頻率 以及他回你訊息的速度 如果他總是秒回 代表他真的是在乎你倒不行 入言準備 一萬放在 不能提示的位子 請選擇 就我面前這個吧 進步了 為什麼... 邏輯對了 繼續下一題 謝謝主題 好 每天飯後 碗盤清潔大有學問 請問依香港家務達人的分析 夏天哪一種清潔的方式是正確的 A 洗碗筋倒在海綿上 B 餐具自然的晾乾 我的答案是A 小莉 為什麼不是B 自然晾乾感覺沒有乾淨啊 你吃完 那洗碗筋倒在海綿上幹嘛 然後再... 再清潔啊 倒在海綿上才有泡泡不是嗎 對啊 那自然晾乾好像上面 餐具上面的菜那些 都還是晾在那 這是題目嗎 請介紹 好 電影大家 在洗碗盤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用廚房紙巾 把簡單的上面的一些層枝 跟油漬都先抹掉 這樣也會有利於你家的 清潔的步驟 還有很多人呢 會習慣把洗碗筋直接擠在 這個洗碗海綿上面 再去搓洗 但這樣子呢 其實會耗費比較多的洗碗筋 也會增加這個要洗碗的時間 同時呢 也要提醒大家 其實呢你先把它做了稀釋 然後再讓它的這個碗盤 浸到這樣的一個洗碗水的 它其實也可以洗得非常的乾淨 而如果真的要用海綿的時候 要先從比較乾淨的開始洗 再去洗到油膩的部分 洗完之後呢 自然晾乾就好了 不要用任何的抹布什麼去擦 因為抹布裡頭呢 可能會有很多的細菌啊 我說的是那種乾淨的那種 專門在擦碗盤的布 因為那上面還是容易會有一些 細菌的殘留 所以呢 自然晾乾是最好 當然你還是想擦拭的話 也是用廚房的紙巾去擦就好了 十八秒留給盧彥彥彥也應該 換個位置在那邊休息幹什麼 對不起 打一下題目嘛 對不對 好緊張 來喔 請出題 而容其他研究指出 請問真正會影響到孩子們 能否提升幸福感的事情是什麼 A 課外活動選擇 B 射精地位背景 現場五秒 三秒 我的答案是A 所以 彩線 妳真的需要十八秒 不好選對吧 這很難選耶 妳剛好是個二十歲的孩子 所以在孩子提升幸福感 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這感覺有分年紀耶 因為小時候一定是比 媽媽帶我去哪裡玩 誰比較厲害 兒童期刊 我們也沒講 我們也沒講姐妹雜誌 但可是也有很多霸凌的案件 就是你家很窮 然後我就欺負你 有錢的反而被欺負 妳今天有聽說過沒有 但我自己在學校看到 通常都是就是 數有經第一位 不好的人 對 被欺負 對 對不對 我們在看一個人的幸福感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個指標 就是說你對於事情的 是不是有選擇權 那麼如果在課外活動選擇上面 父母給你比較多的一個空間 或者我的選項比較多 我可以選到我真正想要的 那麼我可能會比較有幸福感 我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那就來啦 那就是A啦 因為他有選擇啊 請揭曉 那應該就是A了吧 照這樣說 A很漂亮 好 很多人的修行方式 會喜歡用一些社群文體 或者是玩電動 當然在裡頭 你可能會感覺到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身分 地位 跟虛擬的角色 同時你會感覺自己 可以掌控這個世界 這種感受照理說 應該是挺美好的 不過他們也發現 在虛擬世界裡頭 得到的越多 回到真實世界裡面 你就會感到更空虛 所以比起來呢 增加幸福感最主要的方式 反而是在 客外活動上面的選擇 比如說出去探卡親啊 跟朋友出去玩啊 做一些音樂啊 或者是體育啊 相關的這些戶外的活動 都是最增加幸福感的方式 李玉璽 跟妳 請選擇 邏輯正確 非常好 好 第三回合一分鐘 盧以安準備 加油 請出題 英國針對臥室請具顏色 和睡眠時間的調查 請問在哪一種色調的房間當中 平均睡眠的時間最長 A藍色 B灰色 我的答案是灰色 鎖定 15秒耶 為什麼不是藍色啊 好像 藍色不是讓人更平靜嗎 藍色憂鬱嗎 藍色憂鬱的藍色憂鬱 我說 那是歌詞 不是 是真的 我媽媽都跟我說 房間不能漆成藍色 會讓人憂鬱 來 請揭曉 是 是 就是根據一個英國的調查 他調查了兩千多個家庭 他們裡頭臥室的配色 結果發現 當你的臥室是以藍色為主的話 你在裡頭至少可以睡 七到快八個小時 都能夠是一個非常好的睡眠 那灰色也還不錯 至少可以睡六個小時 又五十幾分鐘 但是紫色 很多人會覺得呢 很漂亮 很高貴 很有皇室典雅的氣息 可是呢 你在紫色的房間裡頭 容易造成你的神經呢 接受到太多的刺激 所以在裡頭呢 大概只能睡 將近六個小時就會 人不就醒來了喔 達利全終於轉移了 你的 看來你的七題 你的七題就是你的砍了 我來拐開了 不要過戰不停 對 我壓力更大 不要千里條條的 到這裡被取笑 而且被鄰居取笑更糟糕 加油 來 準備 慶祝你 八八年老之後需要兒女照顧 請問依日本研究 男性照顧者比較能夠 向誰訴說煩惱或吐苦水 A 年齡相仿的同性有學員 B 忘年之交的前輩 這個男性啊 怎麼這麼難 他是被照顧的還是照顧人家的 照顧的 照顧人的人 照顧的男性是不是 嗯 男的護理師 對 就是兒子啊那類的 兒女喔 對 兒女喔 向誰吐苦水 快 我的答案是 B 水 嗯 不好選耶 不好選啊 因為 因為 爸媽年老後需要兒女照顧 那就是說兒子就好了嗎 幹嘛講男性照顧者 對啊 講男的就好了 對啊 對啊 我是兒子我在照顧爸媽的時候 我可以跟誰吐苦水 對 也沒有可能 可是比較會 不是比較會 是比較能喔 他既然是前輩 他可能年齡也可能 稍微跟爸媽 稍微接近一點 說不定他們知道他們的 現在的心境 那如果有人的話呢 他可能就是朋友 就是頂多只是聽聽而已 講幹話 對 沒辦法幫你分擔 請介紹 會不會過戰不停 好 男性照顧者 通常是兒子嘛 那對他們來講啊 一旦呢是在照顧爸媽之間 有非常多的內心的一些 心聲想要找人傾訴的時候 多半都會找忘年之交 可能是一些公司上面的一些前輩 因為畢竟呢你會覺得說 他年齡比你大 經歷過這些事情 他也比較能夠同齡你的感受 那為什麼不會找同年齡同性的人呢 因為其實男生呢很難跟同齡同性的人呢 真的成為什麼知心好友 一旦呢是在這個工作的場合上面 場域上面你很可能呢 彼此是競爭對手 你會很不想要把自己 太私人的一些弱點 暴露在他的面前 所以你會覺得跟他講呢 可能也沒有那麼大的效用 張宇彤 最少兩百 最多兩萬 兩萬 放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好可怕 邏輯正確 你真的知道 結果更正確 兩位給我 張宇彤 張宇彤 我終於放對位置了 好開心 今年最開心 今年最開心 你今天到底過得多悲慘 好開心 什麼小確幸的人棒 真棒 你好 放對位置了 準備 請祝下禮 神聖治療師表示 若想要讓健康有更多面向的效益 可以讓年長者玩什麼遊戲 A 玩速讀 B 下象棋 更多面向 我的答案是 B B說定 速讀的話可能只有一種邏輯 我猜啦 可是如果象棋的話呢 它有所謂的走法 還有大小 它有布局 它有更多布局 所以我覺得更多面向 不是只有速讀那個單 單一邏輯思考 裡面還有長幼尊碑呢 對啊 對不對 還有可飛可跳 還有位階嘛 對不對 還可以泡茶 跟我聊泡茶 請接下 是吧 漂亮 對長者來說 對於長者來說 其實能夠讓他們活絡 身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你想喔 玩速讀通常是個人在玩 雖然你腦筋有在思考 但是你沒有與人接觸 但是比起下象棋呢 他其實除了要想 同時呢 他還會有一個陪伴的對象嘛 所以其實呢 不只是上場棋 玩撲克牌啊 桌遊啊 其實都是很好 可以幫助長者呢 能夠讓他們繼續活絡 活絡自己的一些方式 好 張宇宙準備 好 200到2萬 2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再接我通一次 不能夠再通了 邏輯正確 方向錯誤 2千元 可以 好啦 沒有最少 可以 12秒1題3題 不可能 你大概就2題了 請出下題 舞台不要惹用 一口好牙很重要 請問哪一種食物 含有豐富的孵化物 能夠有效的降低助牙的機率 A 空心菜加上肌肉 B 紅蘿蔔湯加上蝦子 什麼 我有牙周病 但是我的答案是 A 選定 我有牙周病 誰問你有沒有牙周病 這簡單 因為那個Y號叫牙周五王 牙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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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好笑 因為我這個也不了解 我只是覺得空心菜 可能有一些纖維 纖維裡面 可能有孵化物 我也不懂 我有點用猜 葛伯伯被你猜對了 請你揭曉 運氣沒那麼好了 好 紅蘿蔔湯加上蝦子 其實它裡頭 富含了很豐富的孵化物 所以可以避免我們蛀牙 不過剛剛另外講到的 就是空心菜加上肌肉 它也是對牙齒很好的 因為在這個空心菜牙 它其實纖維比較粗 所以在咀嚼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幫我們帶掉 我們的牙齒上面的一些殘渣 跟污垢 同時空心菜裡頭 富含了維生素K 還再加上了這個肌肉之後 可以幫助它的吸收 而且肌肉需要比較 這個長時間的咀嚼 在咀嚼的過程 你也會分泌大量的唾液 所以可以中和掉口中的酸性 也可以比較避免蛀牙 達利先轉移 張宇龍準備 建議助理 現在穿西裝會注重襯衫的長度 比西裝還要長 能夠讓人感覺更精實 但是最初會這樣設計的原因是什麼 A 避免弄髒西裝 比方便騎馬行動 襯衫的長度比西裝還要強 B吧 A 準備 妳是A還B啊 B 妳選B啊 襯衫比西裝長 這有什麼問題嗎 對 就是襯衫會突出在西裝外面啊 這樣子 袖子 我以為是 對啊 像立東這樣啊 我也是想成下擺啦 我也是想成下擺 對啊 所以我才會想說 好像感覺兩個都不是 都是 下擺也是嗎 都是超過啦 對啊 那如果是袖子的話 可能那個外套的袖口比較大 就會不方便 那如果西裝它是這樣子 貼在皮膚上的話 然後袖口短一點 或許會起碼比較方便吧 起碼沒有一個理由 好了 可以了 別再耍笨 可以了 我不知道 請揭曉 對了 應該是對 好難的啊 為什麼這題很難 對 所以你不是 我也想不通為什麼是A 好 以前呢 這個襯衫會 超出西裝的長度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西裝比較貴 所以你會很擔心說 這個西裝的布料 直接碰到我們的皮膚啊 或者是弄到其他東西啊 會髒掉 因此你還會希望 在襯衫的部分 可以先給它長一點 做一個保護喔 那當然呢 後來呢 到了現在有很多的襯衫 它的價格不菲 已經超過了西裝的價格 但是大家還是保留 這樣的一個傳統的原因呢 是因為當有時候這個 襯衫看起來比較長的時候 也會讓我們的整體 看起來曲線更修長 吳應傑同學 莊敬高職 表演藝術科比也 對 今天宣傳他的專輯GX 對 你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你要思考快一點 前面不是五分鐘嗎 對 那個 你有看過我們節目嗎 有啊 依此遞檢 所以後面的就一分鐘 沒有 就三個 最後就是一分鐘出來幹嘛 OK 好 希望我可以 達到三題 希望啊 請公布 吳應傑的最重要的題目 來 這一套 請看 這是你的第二套題目 對 這是我的第二套 GOGO加油 單曲就叫GO 對 有了美國這個復古的 啦啦隊的復古曲風 是的 完美翹屁股 其實你就有 對 這次突破尺度的 有特別露的Q 再給大家分享 是的 非常好 在MV裡面 你說對花心男 因為咒詩在希臘那個時候 是一個很花心的一個人 然後覺得我在MV裡 有要打敗咒詩 對 據陳大天表示 我們不能說 不能說那麼清楚啦 據路透社指出 你每排舞台劇 二十分鐘就會跑去廁所 一個典型 旁觀無力的現象 現在可以維持到四十 四十 四十什麼 四十 心動穿搭素 品味很好 對 懂時尚會穿搭 是的 提拉米蘇小心吃 愛吃甜點 對 韓劇帥歐 對 隨一句有看過黎太怨鬼媽媽 對 女性肌膚的困擾 妳保養有素 所以妳素顏也很好看 是的 第一題從哪裡開始 第一題選 選GOGO加油好了 好 謝謝助理 請問加油兩個字的來源 與下戀哪一種類型的人物 有關係 A 軍事戰場上的士兵 B 熬夜讀書的書聲 C 皇帝寫的奏折 是誰知道 請問加油兩個字的來源 與下戀哪一種類型的人 我猜B 熬夜讀書的書聲 對 你花了二十五秒 燒酒 小心會不會走不遠 會不會第一題就下去了 當然有可能 不要吧 我們也希望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的新專輯GX 然後我們的沙姆雷特 也在全台就是會陸續的巡演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這段千萬不要幫我剪掉 妳在交代宜言 你知道嗎 妳怎麼猜的 因為我覺得 熬夜讀書的書聲 需要被加油打氣 以前的書聲 什麼叫加油打 他又在點燈 對 因為點燈需要油 我就這樣講 不需要加油打氣 因為那個以前的燈 還需要啦啦隊 不是 以前的燈 需要是用油 才有辦法點燃 對啊 用油燈 是嗎 對 所以他們需要加油 這樣講 因為皇帝不需要被加油 因為皇帝怎樣都OK 然後就是軍事戰的士兵 好像比較 應該不會用加油 會用這樣子 我的想法是這樣 好 給他一個痛懷 我就是這樣下去 我不需要下去 合理啊 是不是很合理啊 加油 好 是不是很合理啊 好 好 接著加油這個典故 是來自於在清仇 有一位官員 他叫做張英 那他因為自己本身 非常的勤懇好學 所以他其實也很鼓勵 其實他的學子 那他為官在三十多年來 只要每到了晚上 他就會請一個 專門在提油的人呢 挨家挨戶 看還有沒有學生 正在讀書 只要有人在挑燈夜逗的人呢 他就會進去幫他們 加一條燈油 讓他可以繼續的讀書 沒有想到呢 被張英啊 加過油的人 很多人都考上了 舉人或進士 所以呢 才有了加油的這個稱號 那麼張英呢 他其實自己的兒子 也相當的優秀 就是呢 清末的重臣張之洞 那張之洞呢 他是跟李鴻章 兩個人並立 在慈禧的時代呢 非常喜歡張之洞的文章 那他有另外一個稱號 叫做張香帥 來喔 第二 完美俏屁股 完美俏屁股 請出禮 想要練出像 鬼鬼無印節 好看的俏臀 哪一種健身招式 相對起來最有效 A 棒式 B 喬式 C 下犬式 棒式 B 這個是不是我自己 說出來的題目 好像是 因為上面寫了無印節 是我本人 不是下犬 兩分十秒 棒式是什麼啊 喬式呢 喬式 喬式 沒鎖定 那下犬是什麼 下犬式是 像一個倒三角 那是拉腰的 那個是拉腰的 然後棒式是 是撐前者 平板撐 平板撐 對 對 好像是喬式 喬式 對 喬式是練屁股 喬式就是這樣 這樣我一下 然後把屁股往上 就 不是 屁股要這樣頂起來 亂抽 不是 就是 這樣子 然後頭在下面 然後屁股挺起來 就是頭 然後你這樣腳 這邊有腳 這樣撐上去好像 對 因為這樣屁股才會收縮 對 然後你往下往上就是 可以練你的屁股 不要這樣動來動去 OK 但你是這樣練出來的嗎 我有一點點是天身 然後後來是 讓它不要太往下 我有在做很多 提臀的動作 對 抬腿啊 還有一個穿絲襪 什麼絲襪 穿絲襪就是這樣 你就一隻腳在前 然後一隻腳在後 然後你就圍一蹲 然後這樣子很像 穿絲襪這樣 然後你後腿這邊就會慢慢 往上 這樣往下 往上 往下 往上這樣 這也是一招 厲害喔 對 應該是巧適 沒錯 請揭曉 厲害喔 漂亮 很強耶 他會不會達到五級啊 有可能會超過 他今天運氣還不錯耶 怎麼會是運氣呢 不是 我說你的題目了 像他們評測很難啊 像哥哥姐姐的題目沒看到 一萬人在巷子口 第三題 為什麼會膀胱無力 我不是膀胱無力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是因為 我很愛喝水 難怪夫子這麼好 對 因為我覺得養成喝水 是一個非常好的習慣 沒錯 誰教你的 我自己長大 自己摸索出來的 因為我小時候也不愛喝水 但我現在就覺得喝水很重要 如廁 變東西 進入底 依歷史記載 漢朝時期為了要解決 君王如廁的問題 一起問公平用的玉器 打造什麼形狀的變器 A 老虎 B 獅子 C 龍 君主如廁的 君主是不是有錢的人 皇帝 那就是龍啦 龍是不是 好 祝龍 索麗 君主是不是有錢的人 不是 我要先去 看怎麼傳啊 我覺得給 給君主 妳是猜是龍是因為是皇帝的關係 是吧 對啊 因為君主用老虎跟獅子 很奇怪耶 感覺那個老虎跟獅子 會衝出來咬他 那龍不會衝出來咬他 我覺得龍是尊敬君主的 而且我覺得龍是無... 就是不是真的有的 龍是一種象徵 不是真實存在的 對 但老虎跟獅子 是真實有的 龍是一種象徵性的一種 東西 生物 動物 怎麼會 龍就太簡單咧 會不會就真的這麼 謝謝揭曉 太直接了 沒有東西拿了 怎麼不是龍咧 龍就好簡單啊 怎麼不會是龍呢 就是龍 太直覺了 那不然是什麼 真正答案是老虎 好 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在過去呢 還沒有這種如廁用具的時候 君主要上廁所有多不方便 甚至曾經釀手一句慘案 因為在左卷裡頭 就曾經記載喔 靖國的靖井宮 你知道嗎 他有一天因為就是吃壞肚子 覺得肚子很不舒服很脹 就去上廁所的時候呢 當時的廁所呢 環境很差 他居然一個失足 掉進糞坑裡頭 就被這個大便給淹死了 你知道當時這個 多困難 那後來呢 到了漢朝的時期喔 劉邦呢 有一次在上朝的時候 想要上廁所 他怎麼辦 叫大臣把帽子拿給他 直接尿在大臣的帽子裡 你知道當時其實沒有一個便器 其實對於這個君主來說 實在很不方便 後來呢 漢朝非將軍李廣 他曾經呢 這個百腹穿揚而且拿劍 直接射死了老虎 所以呢 他後來啊 他就做了一個便器 叫做虎子 那他就雕刻成一個老虎的形狀 拿他來上廁所 原意呢 是希望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輕忽貶毅老虎 但後來呢 這個虎子喔 就變成了君王 上廁所的時候的一個便器 我們是不是可以不用送他禮物 太好了 太好了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